开始吧 这边论文的题目是 dalk dynamic co-augmentation of rms nkg to answer alzheimer's disease questions with scientific literature 呃 首先看intradition 首先二次海默症呢 ad 它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 它的特征就是你的认知能力和你的功能状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的下降 然后呢研究者就想到用大元模型去学习有关ad的知识 然后因为尽管呢大元模型它在很多个不同的任务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潜力 但是他们在面对domain specific和这个long-tail knowledge的时候呢 仍然很吃力 这个long-tail knowledge就是出现频率非常低的问题 在训练的时候呢 就大元模型可能就没见到很没见到这样的知识 所以呢 他们可能就回答不上来 然后呢为了解决这个domain specific和long-tail的问题呢 最常见的策略呢就是这个reg 然后和这个训练这个domain specific的弹幕型 然后但是但是直接使用这些策略的话呢 仍然仍然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嗯 这下面呢 第一个就是这些科学文献 它的信息的密度非常大 所以呢你模型就可能去拿到这些不相关的或者说有噪音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ad它的研究发展的非常快速 但是我们去更新更新迭代这个大模型的话呢 就需要很高的成本 然后这就这就限制了模型的扩增 然后也就会进而影响到他们的performance 我这篇论文呢 它就提出了DALK框架 这个框架它能够使大模型和这个KG他们两个互相促进 然后呢这下面第一个 第一个是一些keyword就是它在DALK框架中使用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Pairwise Construction Generative Construction Course to find sampling method With a novel self-aware knowledge retrieval approach 它这些方法就是来解决的第一个是解决的第一个痛点 就是它这些方法能够构建一个很高质量的knowledge graph 然后呢它的呃它的数据质量很高 这样你模型去取的就没有那么多的造成就不会拿到那么多不 无关的信息就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是tuning free nature or framework 它能够它能够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扩增的这个问题 呃然后这是整个一个框架 嗯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第一个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lms for knowledge graph 然后第一个就是构建了一个构建了一个语流库 然后我们提取三元组 就来构建一个knowledge graph 第二部分是knowledge graph for lms 从我们从知识图表中提取一个子图 然后从子组中选择我们的这个知识 交给大元模型来回答问题 等一下就这个就前面这个前面这个图 好然后呢这就是整个一个大致的流程 然后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 首先我们看lms for kg 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来收集这个语料库 然后这篇文章呢研究者是选取了11年到21年的 跟二次海默症相关的文章 然后获取了9764个文章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提取三元组 其中呢就涉及到这个entity的识别 这里呢用到一个工具是叫ptc 然后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工具 它可以提供标注 它可以它可以对 pulmet中文章的abstract和全文 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概念提供标注 可以看右边这张图 就是它识别了这一段画中的实体 嗯这当中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这东西对吧 嗯对嗯 然后呢作者是把这个pc这个工具 应用到了 他搜集到的文章的abstract中 嗯我获得的实体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relation instruction 就是提取关系 然后呢这边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是pairwise relation instruction 然后呢它是让代元模型去描述 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然后第二种方法是generative 我们看右边这个例子 就是先给他一个obstract 然后问他一个问题就是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ad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就是二次海膜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次海膜症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pairwise的 然后第二个是generative relation instruction 就直接让大模型它直接输出这个实体的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我们这边的例子就是给他的stract 然后给他这个biomedicine related entities 有很多entities 然后直接问他 让他提取这个 有用的有有有效的关系 在这些实体之中 然后呢下方的这个图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graph 然后corpus就是我们这个论文的数量 然后node就是节点的数量 relation的数量 主要关注的是最后一行这个triples 就是三元组的数量 可以看到这里的pairwise他的方法构建的 三元组是多很多的 就是说他这个 知识图比较更大一些 然后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更多好吗 呃这后面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个是这个第二个第二个方法 就是generative的方法更好 等一下啊我再看一下它是两个有什么差别啊 pairwise relation 它是m2prompter m2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any to any 它是在一个一段文字里面 你要去描述他的entity之间的一个relation 是另外的generative呢 the right output all relate the entity and the entity 这个什么差别啊 一个是描述一个是直接生存 呃这是pairwise的方法 它是告诉大元模型 就是哪两个哪两个尸体 就比如说这里提到的是ad和这个心致管疾病 嗯就是它直接告诉的就是这两个尸体 我让大元模型给出这个关系 嗯然后generative的方法 嗯 generative的方法就是直接直接让模型输出实体和关系 但他说是all the valid orient is between the provided entity 那我还是没听懂的差别在哪里 哦一个就告诉你说哎 我这两个entity 你告诉我这两个entity之间的relation 还有一个是说这里我给你了所有的entity 对吧 先然后你再把所有的entity之间的relation 那到底来是应该教育更多才对吧 他这边是 他这边是第一个更多 嗯 不好意思 他他这个后面他这个后面会稍微提到一点 要不后面再看看 好好的 呃然后之后呢就是第二个部分kg for rms 就是我们首先有个knowledge graph 我们从中提取一个子图 然后我们从子图中选择我们的知识 哦首先呢第一个小节是course grain的knowledge sample 哦然后这个流程其实我还没太理解 我先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讲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question query 我们首先从这个query中提询我们的实体 哦得到了一个集合 哦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seriality based entity linking process 把这个集合连接到我们已经已经有的这个知识图谱上 第三步呢就是employ 使用一个语义相关性的模型 去把这些去把这个g和e中的所有的实体把它转换为embedience 嗯就是得到的he和hg 然后第四步呢就是我们通过cosi similarity 我们去计算它们的相关性 我们把这些 我们把这个e中的每个实体和它的最近零 去建立一个连接就连接起来得到了一个 你得到了一个新的这个entity的集合 相当于把原来这个集合扩大了一些 然后把把这个新的集合拿去做接下来的sampling 他先question 然后拿出了所有的entity 然后这个entity呢又搞成了一个graph 然后这个graph这个 这个entity和我们之前构建的graph 去进行一个linking process 去做一个连接 嗯 连接然后它的连接方法就是下面是不是 它的连接方法是一篇二三年的论文中提到的 ok 然后然后再与e相似的模型 然后先把它embedding 这个反正就embedding embedding完之后再用cosi 因为它就是embedding再度cosi similarity 对吧 然后就是把e和g里面的哪些entity 它cosi值比较大比较相似 我就把它link 这个位置 对吧 对对对 对 那就是把这个 我们就怎么架接到这个剧场是这个是吧 对对对 就这么回事 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复杂感觉 听起来 主要是我觉得这边它有两个 它连接了两次 就是我不太理解 对这个是有能怪异啊 上面连接类似上面 哦 哎这个叫cosgrain cosgrain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fingrain的是吧 fingrain的是涉及到我们的exploration fingrain是这边 ok 后面再怎么做呢 我连完了 连完之后呢 呃那就是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初始的这个entity的集合 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两种不同的exploration的这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pass based的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去我们的entity的集合中选择一个初始的节点 叫11 然后我们把其他节点叫做备选节点叫ecant 然后我们从11去去走k步 看它能不能找到备选节点中的第二个节点叫12 如果我们找到了12 我们就把12作为初始的节点 然后把它从备选节点中拿掉 如果没有找到呢 我们就保存这个路径的片段 然后选择 从这个被选节点的集合中选择一个新的节点 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中 最后我们就构建了这个紫图 然后neighbor based的呢 方他的方法就是我们对每个 每个实体e 我们都向外向外走一步 向外扩张一步 然后走到了eep 我们去看这个eep 他和我们的query是否是相关的 如果相关我们再走一步 再向外扩张一步 然后就得到一两匹 我就就这样一直走走走走 然后拿拿到所有相关的 邻居然后我们就构建了 这个和和第一个方法不一样的这个紫图 紫图是吧 他目的是要把那个 紫图找出来是吧 啊他这个sample 他这个subgraphsample你的过程是吧 对对对他是他是这个过程 他是这个subgraphsampling过程 你往前看一个看 往前看一个往前 对那他这里的话 呃 哦他是从question里面搞出来一个entity 然后knowledgegraph 对你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对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目的 我我的我的理解就是他扩充了这个 query的这个entity 他是从knowledgegraph中找出了最相似的neighbor 把这个初始的entity机构扩充了一下 变成个益计 但是他这个上面得到的是一个叫subsequence knowledgesampling 哦就接下来在后面 哦对对对对对 就说这里做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刚才说的 我一步步去找出一个subgraph 一个sampling对吧 对对对 那前面哦 也就是说他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知识图谱 这个知识图谱是基于论文搞的 然后我现在有query的question是吧 然后把这个query的question 也搞出entity 是一个很想象的图对吧 然后呢 要把它连接到大的knowledgegraph里面 对吧 嗯是对是吧 连接完之后呢 然后再进行一个subgraph的一个sampling 但这个sampling呢 其实点应该就是question的一些点吧 是不是 其实点是我们 是我们构建的 我们构建的初始的entity的集合 从这里面拿的 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他的entity很大很大 但是question其实得到的entity应该很少 question不是一个很少的句话吗 对我们这个是对 这是很少的句话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得到了一个更大的 这个1G 就就我觉得这个1G会大量的entity 都是在knowledgegraph里来的 然后question里面得到的entity应该很少 比如说可能只有三四个 三四个entity对不对 嗯有不可能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去 你后面做sampling的时候 会不会跟这个question一点一毛钱关系没有 这个我觉得不会扩充的特别大 他只是拿到了最近的最近的邻居 然后把他放到了这个结尾 哦哦哦 哦可以 哦他没有把那个graph 那个graph里面的那些所有的entity都拿过来 他只是有一个机会拿过来而已是吧 对他是经过一个cosisimilarity 嗯 嗯他经过cosisimilarity拿到了最近的邻居 拿到最相似的然后给他放进去 哦是这样子哦好再往下看 嗯 然后就是一个exploration的步骤 这一步骤就是构建一个subgraph 构建一个子图 然后他能够覆盖 覆盖我们这个一击的所有的节点 嗯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self aware 但是我看上面的例子 我看上面的例子啊 你看上面的图 他的出发点就是a b 也就是说我觉得他的entity的做法 应该是从 哦他是说each eg 也就是说你这个eg里面的每一个 其实都跟question里面 要么就是本来这个question里面的entity 要么就是 你刚才就是knowledgegraph里面 跟相关的 相关的entity对吧 然后每一个都搞一遍对 哦可以 明白了 那他会弄出好几个 他会搞出好几个吧对吧 好几个subgraph吧 嗯有跟你说for each eg吗 你都都这样去搞一个吗 那不是应该有很多的吗 对他可能有很多个 也有可能就很多个小的连 连到一块够了一个大的 都都有可能 然后然后后面就是 对我们现在勾建一个子图 我们现在是selecting knowledge 从中获取这个知识 这就涉及到这个self aware knowledge trible 首先呢就是 呃首先他就是就是这个q是一个是我们的question的query 这个gq就是我们构建的这个子图 这k就是我们用来回答问题的这个top k 嗯我们去我我们根据我们的模板构建了一个prompt 嗯我们我们把这个prompt给大模型然后让他去获取一个或者知识 嗯然后用我们用这个gq self来表示 然后然后我们把我们用q和这个gq self 然后再构建一个prompt 嗯我再把这个prompt给让他来 得到最后的答案看例子吧 看例子吧这形式化的看看例子看右边这个例子应该是 这个例子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对吧对吧对啊 this is a question from a graph the graph for entity relationship 然后它graph是这样子的 什么什么 form by by 这是个图吗 那这下面是个图吗 对对他这应该是对他图的描述 嗯然后question the area of rain resistant to tangles 然后这个r就还谋论子吧 这是什么就是问题了 然后下面就是rank的knowledgegraph output ed it more 他直接可以吗 就是直接这东西丢给大模型大模型 根据这个graph他就能直接得到了output 然后就rank的出来了 这个三元主就最最有效的三元主是吧 对什么的三元主他说 他说output the most important 最相关的for solving the given question 就说我现在给你这个问题 然后你给我把最重要的三元主给搞出来是吧 就是output的 我估计这个output的例子估计是最好的一例是吧 有没有可能 对 反正这里也蛮好的 他这个过程我 我也没太没没理解的很好 我觉得挺怪的 第一步嘛 这就是搞出了一个retrieve knowledge 这个knowledge应该就是比如说你三元主 我给你问题了给你投了对吧 然后这就是第一步你把答案给我 你给我说最重要的三元主给我 这个三元主最后就会成一个prompt嘛 prompt knowledge对吧 你再下一个应该就有另外 他这边又他这边又有他这边有个中介的这个gq self 我觉得 他没有一个中 我觉得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 反正就是他拿了图拿了question 然后问大约模型 你帮我总结出最重要的top tag 他top3吗 他5 5 他为什么他输出就只输出了三个 好奇怪 确实 对他只输出了三个我也不懂了 为什么你就说top key top key一个的最重要的三元主 然后三元主就成为他的prompt了 后面就是retrieve过来的knowledge 然后就给到 你再跟question一起去回答吧 肯定是这样子了 对吧 就这么理解你下一页应该有吧 下一页就是实验了 反正后面就是直接回答了 你有了这knowledge获取过来了吗 你搞了半天不就是为了搞到这个玩意儿吗 嗯对 就这样子 就我这里稍微有个不录 嗯然后现在就是实验的步骤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benchmark 嗯这个研究人员 他是构建了一个benchmark 他构建了一个就是 ad specific的qadataset 他是从4个 广泛使用的医学qadataset中 获取了这个就是跟二字海默症相关的 question answer 我构建一个benchmark 然后右边呢这就是 我们的一些base line和他的base model 这边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这个最后三个 因为他们都是用的gbd3.5 turbo 嗯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系统的 差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结果 嗯关于结 论文比较早 这个论文是是5月份的 5月份他怎么只做了gbd3.5这种啊 4啊什么的我看 然后lama还是lama3也没有lama2应该比较早 嗯 对啊对对吧 嗯对但没有没有lama他 然后呢这个结果的话呢主要就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dalk框架 他要么是这个粗底是最好的 然后下滑线是第二好 要么是最好 要么是第二好 并且我们的平均分数是最好的 嗯 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framework很有用吗 第二年 retrieve吧 对吧你看retrieve的都比那个高 啊 retrieve的 就是这个 他这个有一些他这个retrieve augmented alam 这个ada with ada 嗯不知道他这个怎么个 是我的方式 我本来这个做法是吧 嗯老师你是说这个ada吗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他好像是一个他就是一个system 是一个retrieve的system 我估计这个retrieve 他是没有在医学上面 专门做了一些工作吧 他是个general的一个做法 是吧 我不太清楚 我我感觉是 因为其实如果其实他们有时候对比 就这样子 比如说他人家用了retrieve 对吧 我猜测啊给这个retrieve 他的方法 他其实没有医学相关的retrieve 所以他的回答问题就没有那么那个啥 没有特别好是吧 对啊 没有那么好很正常 因为你是专门针对医学做了个数据 集议 然后去做retrieve 那他肯定会变好啊 是不是 对吧 你拿的专业书在你回答问题 那肯定会好很多 就这个道理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他dalk的这个base model是什么呀 就是gbt3.5 就是gbt3.5 那你上面跟上面这个biomedicalalm去对比 那不是欺负人吗 对吧 你这个base model比人家强那么多 你上面都是开源的 这不扯的 不这么的 你当然是你眼前的 你base model比较强 然后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检索的检索后来的 你专门搞了一个医学数据库 而且专门回答这个阿尔斯塔模式的 那会不会别人强才怪呢 是吧 对啊对肯定的 你跟他说了 对 再往下看吧 嗯 好那我们后面就是oblation study 好呢 上面这张图是关于这个selfaware nology是水果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都是有用的 除外这一个除外这个qa4mr e 他是 他是他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selfaware knowledge 就是吹过 反而有提升的呀 有有点忘了 研究者他我也要干嘛来看 一会儿我也做做啥事 是这个这个过程 哦哦哦哦 明白了 就是把知识提取出来是吧 嗯 就是三元主题出来对 对就是如果没有解释说 为什么那个不好吗 一般如果你写论文的话 有那些反常的啊 你要你要提一下 就就算是你去猜测 你要去猜一下说 分析一下这个数据 大概有什么特征 然后你就说啊 为什么你他没说吗 他应该有说吧 呃这边说了 这边说了 就是右上角这边 嗯他就说这个retrieval他的 他他的efficacy 他他的效率是和这些 query的contest是相关的 就是看到我们第一行是一个 average的less 是一个query的less 如果我们的query的越长 比如说这个mml 就是由他三百多 我们的提升就是 很很好 然后再看这个qa4mr1 他他很少 就我们就就是负提升 啊他就说这个 question query的长度是吧 对对 query的 他会有一个contest吗 啊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我我我觉得好理解 这好理解 这个好理解 就是有时候问题太简单 是不是出现比较反常的问题 不过 结果真相有时候就回答比较 较复杂比较难比较长的问题 会比较有用 对对对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kd construction的这个evaluation study 那我们前面看到了一个是 pairwise的一个是generative 然后pairwise的 他的是loggraph比较大很多 然后呢右边这张图 就是他们的这个 average score的进行一个对比吧 这个re的方法就是pairwise的方法 这上面的就是generative的方法 可以看到generative的方法是要好一些的 然后呢研究者 他们就人工检查了一下这个 这个re的 这个pairwise勾定的这个knowledge bar 他发现这个re的construction method 它有个很强的倾向去把这个 去把不相关的两个实体 去给它错误的连接 错误的分配一个关系 所以所以他他的图非常的大 但是但是他的他的performance 然后研究者也发现这个generative的 construction approach 他他输出的这个三远组都是 都是大模型非常自信的 这样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很小 但是很精确的这个loge 就是他小但是他质量高 是吧 哦对对对 他在这个目前下 reconstruction message has run in clonation to run negation to 啊就说如果你是这个 直接问你回答的话 你可能就pair这种方式搞的虽然多 但其实有些质量不对 然后你信心也不足对吧 pairwise的方法是差一下 嗯对质量不是很好 就这个意思吧 明白嗯 然后呢是feature analysis 这张第一张图就有个说了 嗯然后这张ppt展示的是 further analysis 哦第一张图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图不是特别好啊 他的横轴应该是这个年份 然后他这些 他的左边的纵轴是这个三远组的数量 嗯应该就是这个柱 应该就是这个蓝色的柱子 可以看到随年份的增长 这三远组的数量是在增加的 这就表示我们的这个知识图 是在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变大 右右边的是我们的accuracy 这个橙色呢就是我们的dalk的方法 绿色呢就是去掉那个 去掉的信息检索信息拿取的那个 dalk方法嗯 可以看到就是有差距的就是 还是就是 这个这个knowledge retrieval 节奏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意思 嗯然后第二个是hyper parameter analysis 这就是对top k 的一个分析 嗯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数据集上 嗯他都是一个先上升 然后后下降的这种 嗯很标准的这个线吧 三是吧 每一个不我估计那是三是吧 最高的那个三三和五 这个嗯嗯对对 这个可能是三和五 这两个数字是个很诡异的两个数字 三五七差不多就是 很多很多emulation study 里面这个超参数啊 比如说增加多少多少个啊 好像三和五是一个 很常见的最好数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很多的论文都有这个特色 嗯是什么 你后面再增加 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就感觉 啊对我也不知道什么 你就是很多的论文都给这个 嗯然后这就是对k 的一个分析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 case study 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去交给 第二k 来解答 这边呢是一个 嗯大脑的大脑的哪个区域 能够能够 能够对对这个 二次海默症的这个 神神经元纤维残结有有抵抗 嗯嗯 然后这边有 abcd 四个答案 然后 baseline 的话 他是回答是c 是错的 然后 如果没有这个 knowledge retrieval 的话 回答是c 是错的 然后我们就是 完整的方法的话 回答的是d 就是对的 他找了一个好的例子 我们说话 他一定有不好的例子 他不会拿出来 嗯 就不要被这种迷信 这样 然后右边的话是一个 sensitivity analysis 这个的话我也没太懂了 他说我们做这个sensitivity analysis 是通过 removing the samples 然后就是他有个keyword list 然后他可能从中拿拿走一些keyword 比如说这边拿的是二次海默 他把这些 他把有这些keyword的这个 samples 给拿走 然后看他看我的模型 在其他的 在剩下的 samples上的表现 嗯 他这个 他这个keyword 第一个是二次海默 二次海默 那第二个呢就是老年痴呆 第三个是 载质蛋白 还有其次是 他们有个东西还提升了 哦我觉得应该是下降的呀 他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二次海 就是他可能 有一些不是重点 有些反而会是产生noise是吗 就是单身方面 有些可能是noise是吗 我我随便猜这 因为他weword之后的效果还提升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啊 对 这是我随便猜的 比如说二次海默症就比较重要 对吧 对就比较重要 对吧 你不然又下降吗 但是有几个你看下面的还提升了 我在想这对 你多了也没用 这个会成为造明了 你就这个也是随便猜 这两个他其实就是 是是对是二次海默症的一个成因吧 这两个 这个是载质蛋白 第二个是北达淀粉酿氧蛋白 他们都是 二次海默症造成的 造成二次海默症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然后这个aging就是冷化 这个lipo protein是 质蛋白 这这这个好像是 这好像是什么小胶质蛋白 那他说明说明原因的吗 他有说明原因吗 这为什么会推出一件 他没说好吧 下半位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conclusion了 然后首先呢就是他分析的一些 目前的limitation目前的局限性 就比如说会拿到不相关的 或者有噪音的信息 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其实你的工作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在domain knowledge 就是domain specific的 医学就是domain specific的嘛 比如说法律对吧 他也是domain specific的 这种都是他会有一些limitation 然后他他就讲说 你去训练一个会有点难 对吧因为他有常委吗 然后有这个很正常 你到时候也跟你这么说 他就本来就解决这问题 这问题不好解决 不好解决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提出了我们的dlk框架 第三部分就是 第三部分就是通过实验证明了 我们这个框架是有用的 然后这边我让你也有用